当年的美国佬 为了对付越军的坑道 可谓是绞尽脑汁 挖空心思 连大型的燃烧弹都搬了上来 还是无果而终 只能黯然隐退 多年以后 却被解放军的小群多路战术 配上零二式火焰喷射器 就将坑道里的越军 打成了一道越南名菜 然而 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到了老山战役中 多次在坑道里吃过大亏的越军 竟然也碰上了解放军的坑道 凶残的越军 又使出了怎样的招式呢 怎样的坑道 才能躲过敌人的强势进攻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战士们是如何用巅峰的智慧 战胜越军神仙级的炮火 与无孔不入的烈焰吧 制作视频不容易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最大动力 请长按点赞 并关注支持下 我在这里先谢谢各位朋友了 前面我们讲到 偷袭142号高地不成的越军 改用强攻 李海鑫在引爆定向地雷时 不幸重担牺牲 而且步划机也被炸坏 战士们只能孤军奋战 他们拉开距离 每人负责一块区域 排长的牺牲 不仅没让他们失去斗志 反而激发了他们更加坚定的信心 集挺武器是同时吐出愤怒的火蛇 逆急的弹羽在阵地 潜直起一道坚固的火力防线 冲在前面的几名炮灰 瞬间就被打成了筛子 子弹的呼啸声 手榴弹的爆炸声 敌人的惨叫声 此起彼伏 他们不知道已打了多久 更不知道自己击退了敌人多少次冲锋 只知道阵地前 敌人的炮灰已是横七竖八 满山遍影 腿部受伤的越军还在向后努力地爬下 尽管他十分的无助 尽管他在上阵前受到过接见 尽管他也是一条生命 此时却像稻草一样被丢在了荒山野岭 任由其自生自灭 而他们高层的宏伟目标是如何拿下高地 中午十分 新一轮的进攻开始了 九宫无果的越军这次真的拼了 他们动用了一个炮团的大炮 对着这个小山头又是一次炮火覆盖 原本千仓百孔的山头犹如进入了末日 失去植被保护的泥土 一层一层地扑向高空 激起的硝烟与阳尘 遮天蔽日 紧接着 一个连的越军几乎顶着自己的炮火 分三路向山头发起冲锋 然而 这个布满硝烟的阵地上 却再次露出几张黑乎乎的脸 饥饿 干渴 疲乏使得他们浑身打战 但坚韧的眼神一刻也没放松 这次越军并没有像之前一样全线平推 而是选择三个防守薄弱点 集中攻击 在越军密集的火力下 四名战士相继重担阵亡 剩下的十名战士也是九人负伤 无奈之下 只能放弃表面阵地 退守坑道 难道他们进入这条坑道后 就安全了吗 在当时来讲 答案是很定的 因为这条坑道 本身就是由越军174团一营修的 在修的时候 就想到了解放军对付坑道的所有方法 洞口是两个天然的岩洞 里面设置了两个Z字形弯道 他们被解放军赶下去后 战士们再次将它加固改造 一般的火箭筒与火焰喷射器 几乎够不到他们现在藏身的地方 拿下它 只有一个办法 从洞口进入强攻 要不就是困手 让里面的人断水断粮 而战士们要做的就是 用五六式夹手榴弹守住洞口 保证他们来一个死一个 来两个死一双 此时142号高地上虽然全是越军 一时半火根本拔不了这颗钉子 反而让后方的解放军看出了问题 以为九般的战士们已全体牺牲 立即用火箭炮覆盖轰炸 密集的弹雨如流星般的呼啸而来 这座已成废墟的山头再次变成了火海 无处藏身的越军瞬间就被炸得爆头鼠窜 几名越军企图冲进坑道躲避炮火 却被战士们的五六式打成了筛子 炮火结束后 他们冲出坑道 清理残敌 迎接援军的到来 战后 这里也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 离海行高地